大家知道一兩歲的小朋友是那一種 他連走路 你都要在旁邊 很小心的 看著他 如果你想欺負人 專挑有紋身的 尤其在講他什麼堂 什麼堂的 對對對 我愛棒棒堂的 你就給他走路 真的真小捏 這要破歧行 我昨天講了一下 這個孽童的事件 兒少福利 這個我相信 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家都 都活在台灣 生活在台灣 每一個人 都有小時候 大家知道一兩歲的小朋友 是那一種 他連走路 你都要在旁邊 很小心的 看著他 扶著他 怕他去跌倒 頭去撞到 大家不要去想 過了就過了 反正嘛 別人的兒子 或不是我兒子 死不掉 你要這樣想 也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類 是有同理心的 那個死狀啊 真的太淒慘了 你如果說 像這些黑社會 像殺手 他一槍把你崩了 我跟大家講 真的痛苦喔 是還好啦 一下就死了 出氣包 你找一個那個嘛 長相看起來 比較和矮的嘛 像我這一種的嘛 林森北路 很多長相和矮的啊 年輕人啊 手上有刺一些圖案 嘴巴有嚼檳榔 喝的有點酒味的 那種 很好欺負嘛 如果 你想欺負人 你想要當出氣包 你可以去林森北路 好不好 專挑有文森的 尤其在講他什麼糖 什麼糖的 對對對 我愛棒棒糖的 你就給他做了 你怎麼都找那個小孩子 那麼小 真正很小呢 這要破死刑啦 你給他 我你說沒死沒關係 你給他一個人在裡面 天天懺悔自己 拐得死 社工 人家說社工現在台灣很缺社工 嘖 台灣 台灣 台灣很缺社工啦 台灣真的很缺社工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們都知道 我們就會去捐 館長也捐 我們也不能苛責 這些辛苦的 辛苦的社工 畢竟我跟大家報告 他們的薪水不高啦 我真的喔 我跟大家講 但是我最近喔 我日後啦 我越來越不想捐錢給這些單位的原因啦 我這幾年喔 我都做 我都自己跟人家配合著做 私底下啦 就是一些需要的 我都直接 我都沒有透過協會 因為我覺得這些協會一個比一個有錢耶 我來想一想好像也不對 你看看這個協會說到多少 這個新聞說啦 俄盟資產標45.9億元 金流成名 因為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協會的金流 協會的金流 本來就不需要報國稅 他本來就沒有那個義務 去把他的賬釐清 因為沒有法規在規定他 為什麼 這個跟 財團法人法 這個跟 所謂的 很多法律都是一樣 為什麼 宗教法 本來要立嘛 後來都不敢立嘛 怕掉票嘛 這些公廟 每一年賺好幾億 居然不用報帳 也不用繳稅 喔 也不知道金流怎麼花 大家記不記得 幾年前就在講宗教法 後來藍綠 大家都閉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法修不得啊 修了之後就跑票了啊 這些公廟啊 這些地方 士生的票就不見啦 所以後來這個也不能改 那其實協會跟這個很像 45.9億元 台灣多少大公司 上市櫃公司還沒有這個資產 我跟你講真的 所以免費的最好賺嘛 免成本的嘛 對你來說 太過分了 不想不想不去 你有所謂的